2020年2月8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州长协会冬季会议上 发表了主旨演讲 整个演讲只有15分钟 讲到3分53秒的时候 蓬佩奥的一段话吓傻了观众席上的各州领导 观点看地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由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2020年2月8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州长协会冬季会议上 发表了主旨演讲 整个演讲只有15分钟 讲到3分53秒的时候 蓬佩奥的一段话吓傻了观众席上的各州领导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去年北京的某智库出了一份报告 分析了美国50个州的州长对中国的态度 按照态度给你们打了三类标签 友好强硬不明 我让你们自己寻思一下 你属于哪一类 你们自己不清楚 但是中国知道 你们中的很多人的名字 直接出现在报告中 很显然他是在警告 中共的渗透已经深入到了美国各州 并影响了整个美国的外交政策 而最新证据显示 混乱的美国大选背后 正是中共的鬼影疮疮 有人认为 中共能够控制全球 这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这并不是中共本身有什么本事 而是巴比伦大音妇行赢的结果 那么这个巴比伦大音妇是谁呢 巴比伦大音妇最早出现在新约圣经启示录中 对巴比伦大音妇所指到底是什么 不同的历史时期 解法都很不相同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这个巴比伦大音妇是霍乱人对神的正信的邪恶的东西 启示录第17章用了18节来描述天使向约翰显示的巴比伦大音妇的所为以及结局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这就是对当今世界局势的预言 因此不少人对巴比伦大音妇做了新解 启示录第15节说 你所看见那音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新解认为呢 这指的就是地球上不远辽阔人口民族最多的中国 第18节中说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成 就是说大音妇指的不是人而是城池 第四五节中 天使还描述了这个城的特征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珠红色的衣服 用金子宝石珍珠伪装饰 手拿金杯 杯中盛满了可赠之物 就是她淫乱的误会 新解认为呀 北京故宫就是这个大巴比伦 尽管中共篡权建政红朝 以反封建为由没有入住故宫 但是重大事件呢 都要以登上天安门城楼公布于市为标志 其实啊 中共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也还是属于故宫的 它既是中共权力地位的象征 也是行营的城中之城 据媒体曝光啊 仅中共央视就有五位著名的主持人 被进贡给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提供色情服务 第二节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营 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第五节说 在他额头上有名写着说 奥避灾 搭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赠之物的母 辛姐认为呢 中共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政权 中南海呢 就是历史上最邪恶的曹逊 是世界上最污秽之源泉 而地球上大部分人呢 都被中共诱惑 走向了对神的背叛 2017年的10月4号啊 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临时取消了原本地狱当天 与一位饱受争议的神秘中国富商的对话活动 对此呢 这位富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种完全没有原则 没有规则的取消 证明了 这个文件和他以前提到的 中国盗国贼用蓝金黄来统治和渗透世界 已无处不在 他还提到了中共的两个计划 这两个计划所造成的危害呢 可能会是911的百倍 甚至是千倍 一个呢就是BGY计划 一个呢就是3F计划 这个蓝金黄是什么呢 BGY计划和3F计划又是什么呢 B就是Blue 蓝色的意思 指的是网络控制 G就是Gold 金色的意思 指的是用金钱收买 Y就是Yellow 黄色的意思 指的是用女色勾引 BGY就是蓝金黄 3F的F是Formant 这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是助长 煽动的意思 3F就是Formant Weakness Formant Chaos Formant Destructions of America 意思就是搞弱美国 搞乱美国 搞死美国 这个蓝金黄计划呢 是专门针对西方社会 精英社会所采用的策略 终极目的呢就是实现3F计划 这个神秘的中国富商 讲的这两个计划是真的吗 这个出现在2017年的媒体报道 在当时被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认为 是不可信的 仅供参考而已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我们把视线定格在今天的美国大选 正在发生的一切 是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印证呢 其实拜登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 被蓝金黄的案例 是中共使用VGY计划 达成3F计划中的一颗可利用的棋子 蓝据报道 中共军方有名的61398军队 网络间谍单位就在上海 哈德逊研究所在推迟与中国富商的对话前 就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 在美国呀 左派媒体被中共渗透以后 对亨特拜登的丑闻全面掩盖 并传播虚假信息 对围剿中共的川普进行全面攻击 达到了完全控制舆论和民众知情权的目的 今中共研究了拜登家族和父子关系后 投其所好 打其死穴 通过叶简明在瑞士的企业输送利益 卖人情给当时做美国副总统的父亲拜登 拜登拿了儿子的钱 自然就是吃了人家的口软 对中共必然是言听计从了 黄 中共了解到亨特拜登在信方面的 龌龊特点后 投其所好 在他随父亲专机访问中国的时候 设下了美人计 还送幼童给亨特拜登蹂躏 然后把全部的过程录制下来 成为控制拜登家族的把柄 这还只不过是被揭露出来的案例 还有没有被揭露出来的 不知道有多少呢 因此有人说 凡是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保持沉默的西方官员 多半都是被中共蓝金黄了 第六节说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 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 新姐认为这里说的是 自中共在中华大地出现近百年 被中共迫害屠杀的人数数以千万计 比如三反五反 文革六四 还有对宗教信仰团体的迫害 像法轮功啊 家庭教会啊 穆斯林啊等等 据这位神秘中国商人爆料说 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竟杀了五个人来活体摘取器官 给自己换肾 而活体摘取器官 也就是杀活人来取器官 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共的一大产业 中共喝无辜人民的血 已经到了罪的程度了 那些被繁荣假象迷惑的人 为了利益而同流合污 自然是看不明白真相了 所以就会感到稀奇 新姐还认为啊 中共在灵界的显现呢 是个红色的恶龙 是邪灵 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 就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有荡 因此啊 中共并不是一般所讲的 阴阳善恶对应中正常的恶魔化身 而是如今没有的受 大家可能会关心 大婴父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 第十四节中说 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的就是蒙昭被选 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新姐认为 大婴父破坏人类的正姓 是在与万王之王较量 这些饱受中共迫害 对神坚持正姓的人 一定会战胜中共的邪恶 这一点在上一期深层政府节目中 就有讲到 对大婴父的结局 在《启示录》的第十八章中 是这样描述的 第八节 所以在一天之内 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 就是死亡 悲哀饥荒 他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他的主 神大有能力 这一点从川普对窃选的 反击战策略中 似乎可以看到端倪 不过还有待观察 第九节 地上的君王速来与他行营 一同奢华地 看见烧他的烟 就必为他哭泣哀嚎 这个情景 我们从当前 欧洲因为对经济利益的贪恋 而对中共缠绵匪测 恋恋不舍 不肯挥剑断情思的状况 就可以看得到了 只有澳洲表现出了断臂的勇气 第十节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的站着说 爱哉爱哉 巴比伦大成坚固的成啊 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巴比伦大淫妇 也就是新解中的中共 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必亡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由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也可以告诉我您想听的话题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